上节课把微信小程序兼容了一下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支付宝小程序 首先我们去下载支付宝小程序的开发者工具 下载完成之后我们正常安装 安装之后直接可以在我们的项目里面直接去运行 我们找到支付宝小程序开发者工具 然后我们点击运行 运行完成之后会正常的拉起支付宝小程序工具 稍等一下就可以 支付宝开发者工具成功运行起来之后 我们点击这个加号 点击加号之后 我们这里可以去选择我们的目录 在项目路径里面去找到我们的项目 找到项目之后 我们在unpackage里面 我们找到dist 然后dev 我们找到mp-ali 因为只有微信小程序和h5 会自动打开我们的开发者工具 那么其他呢 我们只会拉起开发者工具 并不会自动打开我们的项目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手动的去给他选一个目录 选择目录之后 就可以去打开了 选择完之后呢 我们点击打开 这时候呢 他会去提示我们关联小程序 如果我们没有去进行登录或者关联的话 可以点击取消 我们直接来看效果就可以 那么把兵器关掉 然后把调试器打开 这是支付宝小程序该发者工具 我们点击iPhone 5 然后可以全部显示一下 那我们看到呢 导航栏这里是出了问题 我们不是把导航栏给他去掉了吗 但是隐藏导航栏呢 在阿里下面是不生效的 所以我们这里呢 他就会出一些问题 既然阿里不生效 那我们通过条件编译 去把阿里的导航栏 我们去给他处理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让我们所有的导航栏呢 显示的导航栏 我们给他加一个红色的背景 我们来写一下 先找到配置.jason 在这里面呢 我们直接我们翻到最下面 Globe Style里面 这里有一个全局的导航栏背景颜色 默认呢 这里是一个F8F8 我们把它改成我们的红色 那红色呢 就是F07373 我们保存 这样的话 我们所有页面都会给他改成一个背景色 是红色的导航栏 然后回到支付宝里面 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原生导航栏就变了 但是下面这个导航栏呢 其实它的高度是高一段的 那么去改我们的自定义导航栏呢 我们在哪里 Niobar下面 找到Niobar.will 我们需要 然后我们看到 它有一个Status Bar Height 它是一个20 默认给了一个20 它就是这块的内容嘛 我们只需要在这块的内容下面呢 去给它做一个兼容就行 那怎么去写呢 其实这个兼容呢 我们只需要让它不是在Ali下面显示就可以 那么MP-Ali 然后不要忘记 我们写一个解数的标签 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在Ali下面去显示了 保存一下 回到开发者工具里面 我们看一下 这里呢 就没有那个高度了 现在看起来就稍微舒服一些 但是我们看导航栏下面 会多出一条内容 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给自定义导航栏 加了一个导航栏高度的占领元素 所以我们需要给这个占位幅呢 我们去给它讲去这个高度 所以我们再回到代码里 那是不是把Status Bar Height 我们给它改成0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回到下面 我们需要去给它写一个挑战判断 我们叫井E-Def 谁呢 MP-Ali 给它一个结束的标签 E-Def 那么我们把它的状态栏高度 我们给它改成0 等于0 这里呢 给它改成this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回到开发者工具 我们等待它编译完成 编译完成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里 就已经显示正常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功能 正在加载中 没有更多数据 然后我们去滑动页面 正在加载 然后同时可以给我们加载内容 然后看一下关注 看到我们关注这里呢 是没有内容 它为什么没有内容呢 我们去点开我们的调试器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这些元素 我们先找到下面 在这个位置 我们的list list它高度是0 那为什么是0呢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去给它添加一个高度100% 现在看一下可不可以 添加100%之后 它还是没显示 那其实我们在这里看 它是0的话 我们继续往上面找 这个位置呢 它应该是有一个 撑满我们整个屏幕的元素 那其实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出在head100%里面了 我们把它勾掉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跟支付宝也有一定的关系 在它这里面 我们已经给flex 我们给它设置称1了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你再去给它加100%的话 它默认走的是100%的这个高度 那么里面的内容呢 其实它是撑不起来的 所以我们这里呢 应该把它的高度100% 给它去掉 回到代码里 我们找到关注页面 把pages里面找到typebar 翻到最下面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100% 我们给它干掉 干掉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点击关注 这样它就会正常的 去显示我们的内容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的内容 正不正常 现在我们去点击取消 收藏 收藏完之后 这里给我们显示没有更多数据 那作者呢 这里有个作者 我们去把作者取消 在这个里面 应该是我们关注的作者 这里一个按钮的 样式不大对 等一会儿我们来调一下 我们先把上一个问题 先解决一下 点击取消关注 取消关注之后呢 是不是关注页面里面 取消就没有了 我们作者就没有了 但是没有的话 这里什么都没有给我们显示 但是因为我们直接开代码 在代码里面 我们在文章的时候 去给它加了一个什么呢 no data 如果没有数据的话 我们让它去显示这个数据 那么下面呢 我们是没有给它加这个内容的 所以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我们这个变量 我们就应该给它变一下 我们叫follow show 然后呢 去给它定义一下 我们让它是false 在什么情况下会变成true呢 就是我们的作者 去请求成功之后 在这里 我们让this.follow show 等于什么呢 this.authorlist.length 它如果等等于零的话 我们让它是true 否则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false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再回到我们的开发者工具 然后看一下 我们点击关注 关注之后 点击作者 那可以看到呢 这里有一个没有数据 但是这个描述可能不大对 所以我们把描述给它调整一下 没有关注 没有关注作者 那么上面呢 叫没有收藏文章 那关注页面 我们就已经调整完毕了 我们先看关注有没有对 没有收藏文章 然后呢 是没有关注作者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去收藏一个文章 回到关注里面 我们点击关注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会有一个文章 作者呢 同样的 我们点击进入详情 进入详情里面 我们看到这里会有一个按钮 按钮有问题 那么我们就去把按钮的样式 给它调一下 按钮 我们直接找到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在哪里呢 我们在home detail里面 找到这个里面 然后往下面 找到按钮 然后我们看一下样式是怎么写的 那么它高度不对 我们就给它去加个lain hat 我们是30 然后呢 可以去给它加个border radius 我们是5px 最后我们再去给它加个pudding 上下是0 左右是15px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详情 然后关注按钮 就已经没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去关注一个作者 关注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关注里面 看一下关注有没有成功 点击作者 这里可以显示 关注的作者信息 但是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们的页面里面 文字都有点偏大 偏大是因为 我们现在选的模拟器是iPhone5 iPhone5本身屏幕就很小 所以这里会感觉文字比较大 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评论 那评论显示呢 其实都是正常的 更多里面 更多里面呢 它也是正常的评论 返回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的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这里呢 点击我的文章 没有问题 最后点击意见反馈 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添加一张图片 然后我们点击从相册选择 这个界面呢 是开发者工具提供给我们的 不是我们自己画的页面 它就是方便让我们去选择图片而已 那么我们就直接点击 随便勾选一张图片 然后点击提交 我们的图片也没有问题 然后提交反馈意见 那上传中 上传完成之后呢 等一秒 然后返到个人中心 那这就是我们支付保小程序 这里测试呢 也就没有问题了 谢谢大家